听说铁杀战长们要挑战格斗女神王雪 最近传统武术饱受争议 我作为一个传武人非常心痛 听说郭晨东旗下有位女拳手叫王雪 实战能力非常强 打过很多比赛 拳法也很厉害 王雪对我的功夫实战是有活跃态度 对我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说我太过于出风头 说我的功夫不能上擂台实战 王雪你是一位女拳手 我也不想和你争论什么 只能用事实用我的功夫在擂台上说话证明 王雪你是一位女拳手 咱们的性质有差异 如果你想和我上了一台实战 我可以顶着舆论的巨大压力和你一战 我之前发那个视频喷过他一次啊 他怎么的呢 他就不太愿意 他说我叫他大爷给他叫老了 我应该叫你哥哥或者叫你叫你哥哥吧 好吧 因为我觉得但凡上点岁数 懂点事的人干不出来你的事 你说你咋想的呢 你挺大岁数啊 那这胳膊骨头那都酥了 你就再练铁杀掌呗 你还要跟我在崛起擂台上一战 你说你挺大岁数 你在你们楼下小区搂着各位大娘跳跳广场舞 他不香吗 跳嗨了之后再架个锅 里边放点那个石子 放点栗子 再给大娘表演个绝活 他不香吗 逗逗各位大娘开心 他不香吗 为什么非得要跟我一战呢 你说我要是在崛起擂台上给你打个好胆 你这大娘还怎么青睐于你了 不过你要是说非得说步步紧逼 非要跟我打也可以 您不是那个铁杀掌掌门人吗 对不对 那就看崛起怎么安排了 看我们官方怎么安排了 如果真的安排我跟你打的话 这位孙大爷您记得 我如果真的跟您在崛起擂台上有一战的话 我要是不把你的铁杀掌给你掰成这样 或者这样 都算我今天白熟 volta完蛋了 录头就跟我们的石头 进来 我们下车再给店铁杀 MedicalUM 适合 就会是您关闭的 那可以 各位 要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